現在準備要上飛機了 我帶寵物上飛機 要準備什麼事 事前有多少小時 要做好所有事情給他上飛機 帶寵物上飛機之前 建議在家裡先做一些練習 練習? 對 上飛機有什麼練習? 對, 譬如乘載他們的飛機箱 一般最好在家裡事前 不定時做一些練習 例如穿主人穿的衣服 有主人氣味的東西 又或者寵物用的用品 在他們進入籠後 他們會覺得舒服一點 新箱要適應嗎? 當然是 還有呢?還有什麼要注意? 他們會覺得安全一點 又或者主人經過寵物上飛機之後 他們會雲機浪 又或者比較容易餵抽筋 他們通常都會給少點食物 或者給少點水喝 甚至主人更害怕的話 他們會在八至十小時之內 直接幫他們禁飲禁食 但這個未必一定是需要的 是 獸醫也未必一定建議這樣做 當然是要視乎情況 視乎情況 要不要放涼在這裡給他們吃 在飛機門裡面 我們要確保有足夠的糧食 以及有足夠的水給他們喝 對 尤其是坐長途機的時候 一定要帶備足夠的糧水給他們 在轉機的時候 或者是要工作人員幫忙 幫他們加添這些食物 加添水 又或者有長期病患的動物 他們都要配備更多的藥物 確保他們上飛機的時候 可以繼續服藥 那寵物梅港之後 是否有檢疫期 是的 漁護署在全球的國家 分為三大組 第一組的國家 就是香港人上去的日本 第二組的國家 包括韓國、加拿大、澳洲 和新加坡等 這兩組的國家 有一個豁免檢疫的待遇 而第三組的國家 包括越南和泰國 是需要有120天的檢疫期 Micky, 我看到桌上 除了有狗狗、狗糧、貓糧之外 尿箭 其實我看到有些繩子 其實作用是做什麼的 其實所作用 包括我們俗稱的狗帶 是用來牽著動物國安檢的時候用的 還有也有寵物用的背帶 背帶的作用力 也是給我們牽著狗帶來用的 在國安檢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或是坐飛機的途中 動物必須一定要戴上一個名牌 去識別它的身分 即是只戴個名牌 但不需要全程用索繩去固定它 如果它在飛機籠裡坐飛機的時間 就不需要戴任何的索繩 那到最後 其實Miki你會否有什麼建議 可以給到一些想帶狗狗、貓貓去旅行的主人 我預先提醒主人 在動物上打它的防疫針、疫苗 或者一些抽血做抗體的測試 必須要因應每個國家特定的時間 不可以過早, 亦不可以過遲去做 一般多久呢? 每個國家的要求都不同 各地方都不同? 沒錯, 都要看相應國家的要求 一般, 那好多久之前要準備? 如果準備帶寵物出行的時候 最好預早六個月或以上的時間 要做一切的準備 要這麼久? 沒錯 會否有什麼個案出過什麼問題 做錯了, 令它飛不到? 大部分的個案 都是在健康證明書上 沒有合乎當地國家的要求的期限 遲了, 導致他們不能入境 還要浪費那張機票 但情況就是 如果我接下來想暑假帶狗狗 一起去日本 其實我事先的工作 是否除了要跟本地 香港的漁護署聯絡 準備好晶片或針卡之外 我亦要去日本那邊的漁護署聯絡呢? 要跟當地有關的衛生裏面機構 去做一些特別的許可證 我們叫出入口許可證 而在香港漁護署方面 我們一般都要做一個動物的特別許可證 而且必須要申請健康證明書 我們才可以出境 我什麼都不懂, 去哪裡求助好呢? 如果我什麼都不懂 就要跟當地政府的有關機構 你可以上網查詢 或者跟航空公司 又或者是專門做 寵物外遊專家去查詢 今天謝謝Micky 提提各位觀眾 有任何疑問 記得請教知面人士的意見 小鈴鐺 … ี่… … … …